嗯 各位 你的手油車冰湯 很香的一個味道 我聞聞看 各位 我們來這邊呢 除了吃韓牛 吃燒烤 然後可能會吃一些 有的沒的 但是你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跟我交代的 就是我們 一定要吃 醬油螃蟹 對 是的 現在畫面 被我吃到剩這樣了 然後這邊是醬油蝦 這邊是米露 然後 林太太的部分 她負責吃生食 熟食區 熟食區 然後這邊呢 生食區的部分 由我來負責 好 好 好好好 剛剛已經 我們有用360度的攝影機 有錄過一次 這一次再短暫的為各位分享一下 你看 近看一點 近一點 看這個螃蟹 這個蟹 螃蟹的醬 生的 它是生的 但是它的醬汁呢 它已經把它醃入味了 所以它基本上是 完全沒有腥味 跟我 我剛第一口吃下去 我真的嚇到了 我們都以為生的螃蟹 沒聲音嗎 有吧 還是你手壓到 沒有啊 好 沒關係 沒聲音也沒關係 看我吃就好了 好 看喔 這個蟹膏有沒有 可怕 哇 好深喔 好好吃啊 哇 我跟你講 它那個醬油的味道 它完全不會腥 完全不腥 而且你看它的肉啊 這個是生肉 你要運字手擋在後面 才會對焦到肉 懂嗎 有 對到了 這個肉齁 你別再客氣 吸一口就全部進到嘴巴裡面了 他們說比較小聲 因為我們沒有用那個 收音的麥克風 怕有雜音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 它的那個 那個肉 本身的甜味 然後加上它那個醬汁的那個味道 他們都說醬拌飯超好吃 醬拌飯在這裡 有啊 快吃完了 剛剛已經吃完了 欸還是它是做這個醬啊 不是 是那個蟹膏拌飯 喔 在明洞的嗎 對在明洞喔 現在在明洞 我有吃一口 但是我覺得很可怕 我沒有辦法接受 每一塊肉 一定要把它啃乾淨 超好吃的 醬油螃蟹有哪一家比較好吃嗎 還是都差不多 我們目前就只吃過這一家 跟牛肉比起來哪個好吃 昨天那個牛肉嗎 還是是生牛肉 生牛肉的話這個會比較好吃 這個是最 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生東西 請問林先生唇膏哪裡買 媽媽生的啦 媽媽生的啦 好 蘿蝦崇高 可以拍店名嗎 店名 我有打卡了 喔有打卡了 我有打卡了 這個只不過有打卡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有人提醒你 小心等等 塞勒滾 滾滾 我不敢吃生魚片 我只敢吃 鼻木魚的那種 它是有 炙燒過 非常熟的那個 我才敢吃 這有跑出來了 自助旅行怎麼跟當地人公通 你就講國語就好啦 你原本講什麼話 你就是跟他講什麼話 你看看那個 醃好的蟹肉 等一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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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到了 醃好的蟹肉 啊又沒對到了 啊都到你的臉 算了啦 它裡面整個都是 醃它的醬的那個 肉都已經醃到 醬都醃到肉裡面 所以它整塊肉 你可以吃到螃蟹的甜味 然後又有它那個醬 你看這個醬 喔 好舒服喔 新沙凍的醬蟹比較好吃喔 我有上網 爬文有看到人家介紹 但是 出外人吃一個 雞腰而已 各位 這個是醬油蝦 也是生的 但是原諒我不吃頭了 這個蝦頭看 因為它吃頭又喝酒會過敏 對所以我就不吃頭了 蝦頭看誰要吃齁 我打包回去台灣給你們吃 然後它這個蝦肉 它吃起來跟 跟我們在吃泰國的 鹹蝦不大一樣 泰國的那個生蝦是不同的 泰國生蝦它是 開背以後呢 它是會加一些 蒜頭阿 然後魚露阿 跟一些辣椒之類的 包在蝦背上 但是這個完全沒有 它這個 它是整隻新鮮的蝦子下去醃的 所以 看起來沒什麼 吃起來就知道 你看 你有去腸泥了 它裡面沒有腸泥阿 噢噢 它沒有腸泥阿 它的蝦肉 好甜喔 喜歡吃生蝦的朋友 我跟你講 這個醬油蝦真的推薦 超甜的 你看 這個湯噢 這個很適合配米酒 噢好舒服 這幾天有拉肚子嗎 對啊 哎呦 昨天吃那個辣泡麵很厚 等一下泡沙 跟他老累而已 陳指向留言 我在加班 你再吃 昨天還把我踢出對戰 你以為我要臉阿 你幹嘛跟我搶 沒有人不要吵他 來 林先生拜託 可以麻煩再給你一次 全頭上可以站在 隔壁上可以跑嗎 媽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讓我們介紹 隆重的為各位介紹 隔壁桌子 隔壁桌子 全頭上可以站在 隔壁上可以跑嗎 全頭子 隔壁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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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就剩這些東西把它吃一吃 我們就大概 這個很好吃 他原本來的時候是 砰砰一碗的 後來就開始消紅了 然後原本隔壁桌要做人的 但是客人一來 看到我全頭上可以站的 現在下刀換到隔壁隔壁桌了 哈哈哈哈 難怪我沒有朋友 難怪我沒有朋友 我們就吃這個醬油蟹的 然後我們做最後的結尾 做最後的結尾 喔啤酒沙菌喔 那是蛋嗎 對這個是蒸蛋 這一個 這個不掉膠 算了 好 要不然你那個再讓我吃一口看看 好 太大塊我會怕啊 小塊一點欸 還是太大塊了 先準備一口飯 直接渴喔 直接渴喔 然後 好像如果太吃多了 這個是我的 你看 這麼大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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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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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韓語 還還還我咧 幹 怎麼有人這樣 試試吃一半 怎麼行人呢 說一句韓語是不是 喔 這個好好吃唷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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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你這樣很像在吃藥 各位 各位 這麼好吃 這麼經典的 動 就ặ 它的味道啊 好 那剩下的部分讓我來完成 這一塊 先讓各位稍微仔細的看一下 我對不到膠算了 蒸一下它的醬 太可怕了 好吃 剛剛妳還我的那一塊掉下去了 好浪費喔 這個這麼好吃的東西 各位 我在這邊跟各位預告 做一個最後的告別 不要亂講阿 是因為我們吃完等一下要出去逛街 然後 預告 現在是首爾 所有的時間 7點5分 大概最快8點半 或者是9點 我就會浪費了 到了 不怕寄生蟲嗎 這個應該沒有 不是有人說已經醃過了 就不會有了 對不對 其實我的觀念是這樣 任何生食都一定會有寄生蟲 但是為什麼我還要吃 簡單講好了 在醬油蟹 醬蟹 醬蝦的這個料理 它是一定有一定的歷史跟時間點 在韓國這個民族 它吃了這道料理 吃了這麼久的時間來看 如果有寄生蟲的話 那 他們應該死一大半的人了 那既然沒有的話 那我覺得 它是一個民間的料理 而且流傳了這麼久的時間 它勢必是有它一定值得去吃 跟 可以去餵它冒險的一件 一個料理 對 所以我的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寄來吃整安吃 應該吃 都要常吃 對 但是 真的好吃 這是真的好吃 所以是可以推薦的 我覺得人生還是吃一吃 會比較 比較不會留下遺憾 大家在求烙賽直播 哈哈哈哈 喔 我沒話講完 喔 你的螃蟹吃完了欸 吃完就好了啊 直播就到這邊就好了 關起來囉 好 掰掰 喔 嗯 好吃 掰掰 好 掰掰 欸 還在看留言 哈哈哈哈 欸什麼 陳指導得演 蝦十元 文文再吃一口 你十元就要叫我再吃一口 也太便宜了吧 你們的友情還不止十元 哈哈哈 哈哈哈 掰掰 陳指導得演什麼勇氣 你們友情連十元都不止了 哈哈哈 掰掰